台北颱風來勢洶洶 雖然目前航班資訊 都還正常起降 但週三 週四 颱風最靠近台灣 也因此各航空公司的航班資訊 大多會受到影響 周圍向我國際線航班 除了提早抵達大多都正常 不少遊客提早報道 就怕颱風真的來了 飛不出去 我那時候在看手機的時候 覺得天啊 我會不會飛不了 很緊張 我要去日本轉機 去美國 看到它越來越靠近 就開始有點擔心 像是東南旅遊2425號 受影響的行程通通取消 熟視旅遊這兩天 國內團也全取消退費 如果要轉團 改期提供美人最高500塊的優惠 另外歌詞大郵輪 提早到24號返回 在高雄港下課 會提供北中南免費接駁 旅遊離島行程 共四團取消 國外行程就得看班機狀況而定 有明就24號晚上11點55分 要飛德國慕尼黑 現在很緊張 可能明天晚上是 剛好台風蠻接近的時候 可能會飛不出去 所以在昨天的時候 已經有些蠻不變性 目前航空公司提早宣布的 還有樂陶航空 24號往返台北 大阪東京 明谷以及沖繩 25號往返台北 東京 明谷跟沖繩 總共14航班全數取消 虎航則是提前飛 24號IT602航班 到首爾整川班機 提前到晚上7點起飛 25號從首爾回來的IT603班機 提早到24號晚上11點半就起飛 畢竟颱風怎麼走 也不是人為控制 現在才要買保險 已經來不及 以天氣變化 現在這麼劇烈的狀況 加上缺工建議大家 在出門前一個月 就要完成保險的投保程序 保警也提醒 最晚出發前一星期就要處理好 否則像現在海陸警齊發 相保險已經無法受力 TVBS 許家瑞 你一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